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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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徐文方林长 作为大的比丘 作为居士同修 今天因缘殊胜 很高兴来到寧波居士林 跟我们寧波的四众弟子 共同讨论车悟禅师余路 车悟大师是我们中国净土中 第十二代祖师 出生在1741年到1810年 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位祖师 车悟大师他在二十二岁出家 也是由于生重病的因缘 感悟到生命的无常 出家之后 精进修学 在禅中得以开悟 教下信向二终 也极为通达 我们看车悟祖师的一生的得业 由于他智慧天分比较高 但是他有一个感觉到苦恼的事情 常常生病 他出家的因缘是由于生病 以后他从中门教下 倒归净土 也是由于生病的因缘 他在三十六岁那一年 这种疾病缠身了 竹方治疗都不见效果 才想起多障众生念佛观 他就开始念阿弥陀佛 由于念名号的因缘 他的病也就痊愈了 这种事情 就是他有一种很大的景物 他就想到 像马民 龙树 天青 这些竹大湖上 还有我们本土的 像永民 楚石 廉耻 偶艺 这些竹大善之士都归心净土 我都生在这个时代 还敢不依从念佛一法吗 所以他就顿然的 就改变了他修行的法门 就开始念佛 对他的门徒弟子说 你们想念佛的就留下来 想修禅的可以另请高明 这样他就每天 念十万声弥陀名号 至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为了表达自己 一门深入的这样的决心 把早年参禅 感悟的那些祭宿 住宿 都分烧 这样在他几十年的 今修禅业 功不堂军 他可是欲知实至 当时就告别所有的 这些外父居士 对这些人殷勤嘱唾 说我幻缘不久了 在这个世间 虚幻的缘分 已经很快就要结束了 人在这个世间是无常的 虚 虚声可惜 就是虚度光阴是太可惜了 你们应该要努定念佛 他您在净土 我们好相近 那么这样他就把 当时住在北京的 鸿庐山知福寺 把住持的这样的位置 也让他的弟子松泉法师 来安排好了 这个教导松泉法师说 要殷勤地告诉 一定要注持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三根普辟 没有什么根基不收摄的 说我这些年来 于大众苦心建这个净土道场 就是为了接纳十方来的信众 同修念佛的敬业 所以凡我所建立的 这种寺院的规模规矩 要永远地遵守 不得改玄意志 这样才不会辜负老生 与大众一起建立这个丛林的苦心 是这样的殷勤阻托 在大众的念佛声中 说了一句 称一身佛名 建一分向好 往生了 当时在场的很多人 闻到异香 见到佛光 内向昭著 亭勘七日 头发都由白变黑 三七二十一日以后 涂皮留下一百多颗舍离子 现在还有部分舍离子 供奉在宏罗山支付寺 大家有机会去白金 可以参拜 那么称武大师 在那个时代 以通宗通教的这种身份 乃一门心精修敬业 在教内享有崇高的声誉 洪罗山支付寺 洪罗山支付寺 成为北方的修行禁业的中心道场 乃至于在我们中国大陆 也是注持念佛法门的第一道场 这是由策务大师的这种得业学问所感 应光大师出家以后 在二十六岁那一年 也就牧民到知福寺去念佛三年 在那里深刻地体会到 策务禅师这种理论和行业的崇高 印竹在那三年当中 对这个策务禅师语录 就如同佛经一样的读书 给予了高度的赞叹 说这个策务禅师语录 可以继承天竺和正胆国 往生先贤的这种净土法目 法脉 可以开弦未来学者走向正知正见的光明道路 其文句一离真可以惊天地动鬼神 敬业学人如果能依这个策务禅师语录而修行 人人都可以腐泻娑婆 高登极乐 作阿弥陀佛的弟子为廉慈海会的粮捧 被称为靖宗最要的开始 那么策务祖师诸武士七十年 申纳四十九年 以通宗通教的学问就具有中门下的这种 一针见学的这种类力 也具有教下的那种义礼的周密 尤其是具有着净土宗本有的深信切怨的宗教情怀 又有着他一生以苦恨的这样的行词 真的这个语录值得我们全权福音 是我们敬业行人的摩尼宝族 那么这次呢在两天的时间当中 就选择其中几段跟大家共享 那么大家请看手头上的文字材料 我们先从第三段看起 第三段 净土门中 以怨为罪 凡有怨者 终必能满 如玉头难浮 其飞飞响定 于水边陵下 每定江城 多为鱼鸟属金 因发阿怨曰 悟他日后 当着飞鸟 入灵十秒 入水十鱼 后飞响定成 睡生天上 受八万大劫 天报 天报济中 天报济中 睡度为飞鸟 入淋水 以食鱼鸟 此阿怨也 于性相为 尚有大利用 八万劫后能满 旷称性之善怨夫 神身传 在一生于十佛前 发细发愿愿 如今 如今生生死不了 愿来生作威武大臣 后果作大将军 此细发之愿也 上忠得岁 旷至成所发之愿妇 好 先看这一段 在净土 厌佛求生净土的 这个法门当中 是以性愿行三之良 作为往生的条件 这三则是勾所相连的关系 如顶之三足缺一不可 由性起愿 由愿导行 由行辞来落实信愿 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 那么在这三之良里面 尤其以发愿为罪要 是性愿行的中枢 那么净土的愿 是以燕离苏婆世界 心求极乐世界 这两个内容为核心 那么当我们发起这个愿的时候 这里面就包含着性在里面 如果我们不信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话 我们就发不起这个愿 如果我们在观念当中 认为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这都是不真实的 是幻想的产物 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那你这个愿就发不起来 那么这个愿一定要发得肯切 那么这个肯切的愿 就在我们的生命的行为当中 会产生不可思议的结果 要知道我们世间的一切事情的成败 乃至于我们感得的正报和依报的 种种的情况 都跟我们发愿的信念有关系 那么阿弥陀佛是以他成就的四十八大愿 透过名号传达给我们 由此也要引发我们愿往生的这样的志愿 这样这个两愿佛的愿和我们的愿 才能相感互动互通 才能承办不可思议的往生之大事 所以无论是世间还是初世间 凡是你发的愿最终必然满你的愿 那么我们世间做某件事情 包括报考大学为什么首先要填志愿 做某件事情为什么要谋划 这些都是由愿里产生的结果 修行初世间法尤其是这样 好下面有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个 凡有愿者终必能满 那么这个愿有他的邪政细 细发之愿 真诚之愿 正愿和善愿和恶愿 无论什么样的愿的范围 它都能够产生结果 那么首先提第一个公案 就是芋头南佛 芋头南佛是佛陀时代 一位六师外道之一 非常有知名度 它是修非想非非想定 求非想非非想天 它修禅定 就在这个水边的树林下就打坐 打坐每当它这个定功快要成的时候 就被那些水里的鱼 水里鱼在游啊 在积水啊 还有树林的鸟在那里飞啊 在鸣叫啊 属金洞 属金洞就从它的定里面出来 让它禅定 不能成就 所以他就生气了 生诚恨心 就发了一个恶愿 说我以后我要做飞梨 飞梨是一种什么动物呢 它在树林里面可以捕捉鸟作为食物 它也可以在水里面 潜到水里面捕鱼来做食物 所以两树在既可以露水也可以飞飞行 是这样的叫飞梨 所以它就对这个鱼和鸟产生的憎恨心 要干掉它 那么就发了这么一个恶愿 这个恶愿发了之后 它又平行进气 又找了一个更安静的地方 在那里休息这个飞翔飞飞飞翔天 最后这个定功跟它成就了 成就了以后 它就升到了飞翔飞飞翔天 那些外道它是有一个邪见 认为飞翔飞飞翔天就是涅槃的境界 而殊不知这样的定 只是把那种我和我属 暂时像石头压草一样 像冰块冻鱼一样冻住了而已 在那种痴定里面 能够活八万大劫这样的寿命 等到这个寿命八万大劫的末尾的时候 它就慢慢地就从禅定当中 就要起来了 起来之后 它就会升起一个邪见 怎么我还没有得涅槃呢 涅槃是不是就不存在啊 所以它就在这邪见之下 又带着它原来发的恶怨之音 所以飞翔飞飞翔天的天福报尽 就堕落到飞梨去了 做了这么一个禽兽 那么堕到飞梨 它真的就撸到树林里面去食鸟 捕鸟吃 撸到水里面去捕鱼 你看外道的修行 不是说它不苦恨啊 不能不说它不精进啊 但是在一种邪见的主导之下 在由于它修禅病 虽然身心有相当的柔软 但是它的贪神痴还存在 它往往欲尽 不能升起大慈悲心 就发出那个伤害众生的恶怨 这个恶怨带有很强的那种心力 在阿赖耶诗里面一颗种子拨下去了 等到天福想尽这个恶的种子起现形 真的就成了飞梨 那么这样的一个例子 你看这是一个很恶的愿 受憎恨心的这样的一个驱使 是伤害众生的愿 是与这个我们的自性的大慈悲心相违背的 因为我们真心自性里面是大悲心为体的 它被这种无名称恨所覆盖 它就发了一个与这个持大悲心的 这种性体相违反的这么一个恶怨 但是虽然与大悲心 心性相违背 但它的恶怨还有很大的力量啊 以至于它在八万大劫以后 它都能够把这个恶怨实现出来 那你与这个本性相违的恶怨 都能够埋怨 如果我们能够撑 从我们的大悲心里面 真诚心里面发出的善的愿呢 那就应该更有力量啊 更能实现啊 所以就是旷称性之善怨夫 通过这个来个对比 说明这个怨的力量是很大的 这个种子迟早是会现前的 那么由于这个芋头南斧 它是带有禅定的功夫 所以它发的愿带有它的定力的力量啊 使它种子力量很大 所以它八万大劫以后 马上现前的就是它发的恶怨 作为非礼群了 但我们称服本性的善怨 一旦发出来之后 它带着那种自信实相的力量 这个如金刚种子进入我们阿奈耶斯里以后 它属地限的就更快 更直接 更究竟 更圆满 它夹杂的力量不一样 虽然它有点禅定的功夫 但是它是违背本性的力量弱 称何自信的又带着一种 跟上能切离 下能切积的善怨 它的力量就更大 所以由这个来看 我们也知道修行人不能随便发脾气 也不能随便发什么怨 因为修行人他有修点界定的功夫 一旦他烦恼起来了 比不修行的人力量更大 于是佛教这句话 宁动千江水 不动道人心 千江水绝口似乎地量很大 逢水猛兽 但是一个修道人的心 一旦他发起脾气来 比你千江水的力量还大 如果他要一念称恨期 他变成蟒蛇 都会有好几里长 不是小时 原来这个九江旁边 佛阳湖旁边有 就是安石高的三藏法师 他有一个道友 就是也很讲修行 也很持戒 不失 但是就是有称恨心脾气大 最后呢 跺到这个婆阳湖边 做了一条大蟒蛇 那蟒蛇之大 长达吉里 安石高特意从安息国伊朗那里 来度他这个师兄 所以不能有称恨发恶怨的心 非常危险 下面第二个公案 是神圣里面记载的 神圣记载是说 有一位建空法师 他曾经是讲经说法的法师了 一转身 不仅没有了生死 就变成了一个 转成了一个穷愁潦倒的秀才 秀才就是在县里面 县局里面能考局 进一步考的考不上 考不上就不上不下 就跟要么做点私俗的老师 要么跟那些县衙门做点刀逼队 就是做点木条这样的 但是往往也不得志 就在这种江苏一带 湖南一带到处游走 他说 尝尝饭都吃不饱 有一天冬天下雪的时候 他在雪地里面 奔波 几天没得饭吃 基本上处在昏迷状态 饿昏了 饿昏了 恍恍惚惚呢 他见到一个凡生过来了 凡生过来就对他说 说 空法师 你精神怎么这个样子啊 这个见空 他这个类似是秀才 他说我是一个这样的潦倒的人 你怎么叫我叫法师啊 凡生说你都忘记了 他说我这里有一个澡 大概跟拳头一样的澡子 他说你来吃 如果是上根利器吃了这个澡 能够知道三世的事情 如果下根基吃了这个澡 也能知道前世的事情 他就吃下去了 就整得那个石头好像在睡觉 睡觉 一从那个睡觉 好像做梦一样的过来 痛苦声音 他一做梦 在那个一看 知道自己前身 真的是一个法师 而且有五个同餐道友 五个同餐道友 这五个人里面 只有这个凡生 聊生脱死了 这四个人都在轮转 那么这个见空法师 他就是在这种狮子座上 为狮子座上讲那些异端 讲那些相似法 而且持戒也不是很严格 还吃 还吃荤 这样他不仅没有度脱 还堕落到这个 他在做梦的时候他就问 他的同餐道友还有一个叫悟法师 他就问悟法师现在到哪去的 那个凡生就跟他说 我们五个人一起做行脚同餐的时候 你还记得在香山的时候 香山的时候这五个人就有一个 他就在那个石像面前 就是石雕的佛像面前 这个悟法师就对着那个石佛像 就开玩笑地发了个愿 哎呀 说我今生出家 腰屌生脱死 如果万一今生生死不了的话 我希望我愿来生做一个大臣 熊啾啾的大将 他发的这个大愿做威武大臣 这个凡生说 果然就昨天他已经被拜将了 做大将去了 你看前生一个修行的比丘 在石佛面前发的开玩笑发的一个愿 到后生 后一世 果然就实现了做大将军去了 由这个这是开玩笑发的一个愿 尚且能够在下一生能够满愿 那如果我们是从自成心发的愿呢 他不是更能够兑现吗 圆满吗 这是第二个例子 好 我们请看下面 后 福在一生 博通经论 数字无所欲 乃知出叹息 旁一生曰 如学佛法 读不闻未成佛果先接人缘 如虽明佛法 其辱无缘合 其身曰 我既忠于此夫 唐生曰 物代辱为之 问其身有何所叙 曰 无他 仅于依依料耳 曰 此亦足亦 所以便卖便卖食物 引其身指依生灵 请清了昆虫甚多之处 置食余地 佛教已发愿 乃足愿 如二十年后方可开访 其身如蜀柱 只二十年后始开访 受化者多少年 该皆受食之清了昆虫也 此愿力之不可思议也 尚能以他人之愿 是彼从了脱异类而如人道 其自愿不能自度也 好 请看这第三个公案 这也是记载在神圣里面 说有一位法师叫制辩法师 他是很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慧 也非常努力勤学三藏 博同经论 寻旧 著书 佛法真是满福经论了 但是他游行各大丛林 到处没有人请他说法 非常孤单 他有一次在恒约市 他一边看著书 一边就在那里怀疑 哎呀 是不是我所学习的佛法 研讨理解的东西是不是有错误啊 但旁边有位老生 他就向那老生请问 说我学了很多佛法 我懂得很多 但是没有人请我 是不是我学的佛法有车 有差错 那老生告诉他 你学的东西是正确的 也是正知正见 但是你不了解佛 大圣就是佛独不能独有缘之人 你不是学的佛法不对 是你跟众生没有缘 所以佛法为什么说 未成佛前先接人缘 你不接人缘 你就是懂得很多佛法 神通智慧很高妙 你都门前都是草炉人生啊 门口挪缺啊 所以佛能不能度众生 众生能不能得佛所度 完全是看这个缘 那么这个自辩法师就跟众生没有接上缘 所以就没人理睬他 那这个自辩法师听以后 哎呀 那怎么办 那我是不是终生就这么孤单寂寞呢 那这个老生说 不要紧 有办法 我来带你来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 跟你接人缘 那怎么扭转呢 他就问这个自辩法师 你有什么积蓄的财物啊 这个法师说我也没有什么呀 只是多余的一块 准备注加沙的衣料啊 这老生说好 也就足够了 就把这块衣料变卖 卖了钱再买那些食物 搞成那种饼之类的 油面之类的 把它搞好了 这老生就引这位自辩法师 到树林的最深处 那些青鸟昆虫很多的地方 就把这个食物洒在那个草地上 洒在草地上就发愿 是这个老生带他 带这个自辩法师发愿 愿食了这个饮食的鸟兽昆虫 来生转为人生 给自辩法师做弟子 发了这个愿 发了这个愿之后 这位老生就告诉他 好 现在你也不要着急 二十年以后 你再出来讲经说法 这二十年你不要去打妄想 好好钻念你的 修行你的去 这个法师也很听话 这二十年就不打妄想 也不怨天忧人 韬光念及 果然二十年以后 就有人请他来说法 他一说法 哎呀 马上一千多人就到了 而且大多数都是二十岁左右的人 你看这些吃了他的 饮食的这些昆虫鸟兽还真的来了 真的来做他弟子的 这就是发愿的力量很不可思议的 这还是以他人的愿 以那个老和尚发愿来摄受这些鸟兽青昆虫 脱离这样的异类 脱离他那一道来进入人道 进入人道又能跟他产生法源关系 来做他的弟子听他讲经说法 你看他人别人发的愿对自己都有这个利益 如果你从真诚心里面自己发的愿呢 那不是力量更大吗 这个愿呢 是了解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就常常要注意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有受过菩萨戒的人 菩萨戒本里面讲 我们到一些山川树林 看到那些昆虫鸟兽 这些都要发个愿 希望他发菩提心 这个三规五界念佛求生 你常常心里这样念着 口里发着这样的怨言 你都跟这些异类的众生 接上了缘分 接上缘分以后就会产生结果 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城里的人呢 刚强难化 像这些摄利佛呀 佛罗那呀 这些传播佛法的大将去 都无济一世 都不能受化这些众生 所以佛陀就告诉他 派大摩接连去 大摩接连去